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么多政府官员戴起设计多元的彩色口罩 带动起不少民众跟风潮 不过彩色口罩却隐藏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制程过程中是否参加汇致癌的烫碳饲料 引起消费者高度关注 进一步标准检验局4号宣布 将针对实体店面 当卖场以及网路购物平台 抽检七种不同品牌的彩色黄色口罩进行化验 依照国家标准CNS15290 仿织品一般安全的规范来检测 禁止使用的22种口罩射料跟游离矫权 那么预计在两周内会将结果公布 以用彩色口罩检测部分 食药所和标准区将在4号下午进行协调 那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指挥中心 那么物资组会讨论到怎么样来做分工 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强制检验项目 那也不是在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许可登的这个测试的范围里面 那基本上都可以用消费者保护法来做促 依照目前国家标准 藕蛋色料不得减出超过30个单位 油力甲醛部分 成人使用部分不得超过75个单位 婴幼部分不得超过20个单位 如果超过标准 这些有害的藕蛋色料 因为分子结构里面含有联本胺以及本胺 会经由皮肤的接触或者吸入 在人体代谢成为方向胺 而这个方向胺 进动物实验证实为致癌物 会增加罹患膀胱癌的风险 标准表示 如果在一般防尘使用的彩色口罩 超过违规的情况 就会要求业者立即下架 我们会限期要求它下架回收改正 那么如果借期不改正的话 我们会依照消保法出以6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的保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